房地产归根结底做的是围绕人的生意 所以尽管现在房价已经很高了 但是仍有一部分专家说 未来还有五亿农民要解决住房问题 如此庞大的住房需求 可以支撑楼市长期稳定的发展下去 这真的意味着未来房价降不下来吗 虽然人人都向往大城市 但是如今一线城市房价在五万左右 二线城市也要两三万甚至更高 三四线城市也纷纷破万 就连十八线小县城的房价也要六七千 而农民赚的是辛苦钱 不管是自己钢地还是进城打工 他们的年收入都不高 想要在城市买一套房子还是很困难 就算把自己攒了大辈子的钱 拿出来付了首付 但后期的房贷也会把他们压垮 所以农民虽然有需求 但是 这位是庞泽川老师 庞老师是位职业预测师和风水师 如果你对自己的事业 感情 前途有什么疑惑 欢迎关注庞老师公众号 WNM6768 庞老师会一对一语音为您杂语解惑 比和技术的农民就更难了 如果他们没有收入 怎么在大城市生活 最后 现在乡村振兴战略 和城乡一体化的实施 只得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将越来越好 留在农村未必没有好的发展 所以很多农民也就放弃进城了 所以虽然农民有住房需求 但是由于建设条件的限制 他们很难进城买房 也不能成为房价居高不下的借口